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玩具分享时间 悦悦哥哥来跟大家分享 汪汪队立大公海洋救援系列的一个任务卡玩具套装 里面呢给大家提供了一张任务卡 一只执行任务卡上任务的狗狗和一个特殊的狗狗背包 那读取这个任务卡需要使用到汪汪队的一个海洋救援系列的任务平板 那接下来咱们就打开这个包装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任务吧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今天执行任务的狗狗是阿奇 然后这个是阿奇的一个海洋救援版的样子 穿的是一个潜水服跟潜水的头盔 然后这只狗狗呢它是一个不带狗狗背包的 因为狗狗背包需要单独的安装上去 是一个超大的狗狗背包 这个下面呢有装电池的部分 咱们呢要把它装好电池再扣在身上 当然如果你直接从满距离拆出来呢 这里面本身就带电池就是可以来使用的 这就是非常帅气的一个海洋救援版的潜水狗狗背包 阿奇对潜水的 他们这个海洋救援版还有在沙滩上面执行救援任务的 如果小朋友们是连续看我们的视频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那个就是在沙滩上面的救援队的那个衣服 那个背包会跟它今天的不一样 今天呢是在潜入水底执行任务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个装备 这个呢是阿奇的一个水下的这个叫探照灯 然后这个探照灯呢是可以发光的 它的下面这个部分是所有的汪队的海洋救援系列的狗狗都会有的一个背包是一个潜水装备 它呢前面带氧气罐后面带一个推进器 然后我们按一下汪队的这个阿奇标识的按钮 我们这个探照灯就可以工作了 能够看到其实是有一点点光亮的 在闪光它呢在海里可以照亮一片一整片的区域 那这个系列所有的这个玩具都是带灯光效果的 这个是今天分享的阿奇的 我们再来看之前分享过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路马的这个模拟的是喷火 它的这个推进器呢能够喷出应该是比较强大的推力 然后往前飞 另外一个是小粒 小粒的这个按下去之后呢钻头会转动 它模拟的是转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我们可爱的这个是灰灰 然后灰灰的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那个水下的焊接装备 这个就厉害了 在水下可以把这个断裂的钢铁呢重新再焊接到一起 而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后边的这个读卡器 没有读卡器的时候 就跟他玩了这一只海洋救援版的毛帽 红色的毛帽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水下好像是跟这个空气有关系的一个装备 按下去之后呢也是会发光 我们今天这个呢是真正的探照灯了 那我们的探照灯会执行一个什么样子的任务呢 咱们来读取一下今天的这个任务卡 这个任务卡上面是有一个黑影 在很多的海草的背面 那这个黑影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今天阿奇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就是来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物 什么样子的黑影 那发布任务的时候呢 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平板 那这个跟莱德队长手上戴的那个呢 是一模一样的 回来拿一只这个海洋救援版的莱德队长 这个动画片现在大家还看不到啊 这个现在国内上映的 好像还没有这个海洋救援系列的动画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任务平板 跟它长得其实是很像很像的了已经 然后非常虽然小 但是已经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玩具了 它呢是可以读取我们的任务卡片 那把这个任务卡插进去 听到两声响 我们就可以来按动前面的这个按钮 来发布今天的任务 那刚刚的莱德队长呢 是对我们的狗狗们说 有一个在海底发现了一个黑影 一个非常神秘的黑影 我们呢需要去做一个探测 这个时候需要使用到我们阿琪的一个海底的探照灯 来看看这个黑影到底是什么 阿琪答应了 然后来到队长 又发布了第二只狗狗的任务 他还需要我们可爱的天天和他的一个 这个飞能够飞行的狗狗背包 两只狗狗呢全部选择正确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如果你选择的是错误的狗狗 我们的任务平板会告诉大家选错了 你看如果我们是在错误的状态下去选狗狗 错误的声音 只有选择正确的狗狗来执行任务 他才可以继续 现在呢阿琪已经来到了我们发现黑影的海域 大家能够看到阿琪在哪里吗 我们打开阿琪的探照灯 阿琪在这里 他的灯非常的小 那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一个黑影到底是什么 打开一个更大的探照灯 诶好像是一个舰艇 大家看到吗 前面有一个圆圆的眼睛 我们再往后边看 咱们推近一点点 诶这一次能够看清了吗 里面是海底小纵队的一个舰艇 这好像是一个独角精艇 里面有坐着巴克队长 看来这个独角精艇应该是没有动力了 然后也没有电了 然后就抛锚在了海底 哦是谁在用探照灯照我 麻烦你把它关上 实在是太刺眼了 非常抱歉巴克队长 我是帮帮队的阿琪 我来探测海底一个巨大的不明黑影 没想到是你们的独角精艇 就在这个时候呢 兔兔兔赶到了现场 兔兔兔要准备对我们的独角精艇进行检修 很快兔兔兔呢 恢复了独角精艇的动力系统 他又可以继续前进了 那为什么我们往往对 立大功的阿琪 会穿越的海底小纵队的世界呢 都是因为我们这一张任务卡 那他发现的这一个黑影 其实就是独角精 所以我们后面用了一个巨大的独角精艇 那在海下如果真的是独角精艇 抛锚了 还真没准是这样子的一个黑影在里面 很大很大的一只 那独角精艇呢 就是根据独角精来设计的舰艇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汪汪队立大功的海洋救援系列的玩具 这是他的一个任务套装 包括任务卡 狗狗和一个能够发光的狗狗背包 就是光量比较小一些 那他呢一共是有六只 我们今天已经跟大家分享到里面的第五只了 还剩最后一只天天 会在下一期节目中跟大家见面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